請問坐月子一定要喝生化湯才能排二入嗎? 其實這個是一個最大的誤解 這件事情連中醫師都反對說 孕婦盲目的不論自己的體質 沒有經過中醫的萬物問切 就直接去中藥行買中藥生化湯來喝 因為中藥本身一定要切合個人的體質 那各位還要記得一件事情是 媽媽喝的生化湯小朋友喝到,除非你不哺哺 那適合媽媽體質喝的東西 就一定適合你的小孩子嗎? 你有把握你全家的體質都一模一樣嗎? 不一定吧? 所以這個中間其實就帶來很多不符合重要藥力的事情 反向來講,大規模的人體的經驗 像除了中國和華人之外 外國人有喝生化湯嗎? 當然沒有啊 你有聽過外國人惡入排不乾淨嗎? 這根本基本上是笑話 惡入是個貶義詞 其實惡入是怎麼產生的 它是因為失去胎盤的荷門茲齒之後 我們的子宮就開始產生細胞的自我凋亡 開始變小萎縮 多了重量哪裡去了? 就化成液體狀排出來 所以裡面是沒有感染物質的 所以你說它惡入這個惡字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詞 代表它很像濃或者是不好的東西 其實它完全沒有細菌在裡面 沒有滋病性的細菌在裡面 也沒有人在生化小孩之後 子宮不萎縮的 二路不排乾淨的 所以其實 這個生化湯排二路這個事情 恐怕中西都一直反對 只是消費者搞不清楚 那草費使用這樣的方法